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美国印第安人的恐怖电影 牛仔大战洞穴野人 名叫战俘国 电影开始就是激动人性的场景 两个强盗截杀了一批路人 抢走了值钱的东西 但是在撤退的时候却经营了一个未知地带 上面明确高知禁止入内 但是两人仗着有枪还是进去了 谁知身着刚踏进去就被印第安人做成了猪肉串 另一个强盗结状赶紧跑 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小镇上 那个桃子的强盗暂时安身于止 但是由于做事鬼鬼祟祟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让淘宝时被警长打去了一条腿 虽然他是坏人但罪不至死 于是警长就派帅气的牛仔 前来我们的医生女主 虽然女主已经和男主休息了 但是职业责任让他难以袖手旁观 谁知第二天出事了 警局出了一支箭 女主住手还有罪犯全部消失了 这到底是道德轮上还是人性的扭曲 人去哪儿了 接近的警长找来镇上的一个印第安人 看看这支箭的来源 谁知他竟然嗜嗜嗜发脱的说出了真相 这支箭是深山中那个神秘部落的 不过他们并不是纯着的印第安人 而是一群杂交留下的产物 六亲不认 能把知青做成酥肉丸子的那种 俗称洞穴人 听了印第安的话 警长冒了一身冷汗 但是他作为权政唯一一个正式警察 破案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警长老助手 帅哥牛仔 还有兽子上的女主丈夫 使人踏上了这条寻亲之路 一路上他们长途跋涉 分餐露宿 不仅要防止野兽 还要随时提防那些杀人怪 男主本来腿就有伤 行动不便 没想到在出发的第三个夜晚 他们的马就被人偷走了 这情况只能走路了呀 一拳一拐的男主 走得实在太慢了 时间就是生命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进度 于是 众人合理分配了生活必需品 其他三人先走 然后用食指做标记 让男主沿着标记走 终于 他们来到了这鬼哭神号的地方了 这时 天空里传来呜呜呜呜的嚎叫信号 转眼间 就出来几个洞穴人 帅哥牛仔当场死亡 警长和老猪手也遇难 被抓进了山洞 幸运的是 他们见到了女主和受伤的强盗 女主依然安然无恙 但是 还在实习期的皮尔紧 却被他们做成了鱼香肉丝 下饭了 众人震惊 难道 不久他们也会被做成 毒破肘子回过肉吗 这时 女主发问 我老公呢 警长将男主的情况 如实告诉女主 看来 男主也是九死一生 悲剧接踵而来 又到了晚餐时间 受伤的强盗 被这些人做成了九黄肉丝 为了逃生 警长利用麻醉剂 迷运了三个野人 而此时 男主已经赶了过来 拥有主角观看 他一路开挂 一个畜生被男主打死 这时 这些野人 要杀警长了 不因为警长不会死 可是 男主还是来迟了 这些低能儿野人 竟然误打误葬 学会用枪 警长中弹了 感恩男主 迫不及待 解救了女主和老猪手 可是 警长中弹走不了了 他用最后一口气 告别了众人 就这样 男主三人一起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最终 这部电影挺好看的 尤其是里面的野人 没有自己的语言 沟通时 发出野兽叛的嚎叫 太吓人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完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拜拜 拜拜